大家不必要太过担心 尤其是中下游地区的人们 三峡虽然是在泄洪 但仍然是在帮中下游地区在蓝续的 你也看到三峡大坝泄洪有多么的震撼 你三峡大坝一两公里 我都能感觉到那个泄洪的风吹到我身上 现在就去大坝的正面感受一下 看网上有人问 有别人来进攻三峡大坝怎么办 这边防卫的很好 而且三峡是核捆绑的工程 上阳的海里面没有鱼 有小蓝 有小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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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个头盔 台外卖真用心用头 这就是美头啊 包送到的 这里是梅山水库大坝 现在是2024年7月14日上午8点20分 对面的泄洪口还在继续泄洪 泄洪流量每秒1200的地方 昨天的泄洪口出来的还是清水 今天此刻出来的已经是浑浊的洪水库 黄性工作一直在进行中 在外工作的父老乡亲们 安心工作 家里有我们 有我们的领导 全镇的老少爷们在巴桑 你们放心 在外工作 这是指缘这个固阵 接到通知 领导带我们去支援固阵 不要撞满了 带你带你那个 你哥 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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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行了吗那个可以了 还太小还太小 太细 杜饺子可以了 不是机会 现在是7月14号的上午10点半左右 我们再看一下跟昨天的同样一个位置 它的水位紧张是处于吃拼状态 但是我们家里面从昨天夜里到现在 依然还是在下着小鱼 这是古镇大桥 鱼桥的水位 马上快拼霸了 马上就快拼霸了 大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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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我们湖北向阳石桥黑农村的 你看这事业我的钱都成这个样子了 这真是的 你看看 咱们解决一下 正前面